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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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每一个深浦时小的孩子都能下一首好奇 我们学校拍摄了象棋课 我们还开展丰富多彩的象棋活动 每年我们都有象棋文化节 为期至少一周 在春季和秋季分别要进行青子赛 大师进校园的活动 以及班级的棋王棋后赛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我们希望通过象棋来培育我们的河狗公民 我们阳光少年 我最喜欢下象棋 我期待上象棋的 因为跟老师同学下棋是一种乐趣 他们让我放松心情 在家里我和爷爷下棋 爷爷非常开心 愿意起玩赛和其他的比赛也不一样 在学校里下棋是一种训练和娱乐项目 在外面不仅要训练自己的象棋水平 还要拿取好的成绩 这是我们学校的象棋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分三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我们的荣誉成练室 这里成练了我们的学生 参加各级各类比赛 所获得的优秀的成绩 以及我们学校层面上 获得的各类校级的荣誉 2016年我们获得了 全国象棋特色学校的殊荣 在此之前我们获得了 江苏省其类专业协会 颁发的训练基地成号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我们聘请的各类大师 以及我们的草根教练 所谓的草根教练 是我们学校自己培养的象棋名师 我们结合我们的象棋来进行一系列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这个行政楼里边的一些文化的布置 都是我们老师自己动手来写的 比如说我们老师的书法作品 谋定而后动 静观其变 明察秋毫 走一步看三步 走好每一步等 这些其实都是育人中所要求我们老师做到的 那么我们相信通过这样潜移默化的活动 我们的老师不仅是在教育身边的学生 更在教育和提升自己的素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好 欢迎您收看相机世界栏目 我是唐丹 今天还是由我跟张翔老师 一起为您讲解 2017全国象棋 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男子组决赛的一盘精彩队局 队局的双方 是由江苏队的徐超 对阵杭州队的王天一 王天一大家都是非常熟悉 王天一赢棋也会 大家都觉得会习以为常 因为王天一最近确实战绩非常的辉煌 那么徐超是先后淘汰了 蒋川 赵欣欣 申鹏等高手 挤身到了决赛 那么最终跟王天一在冠亚军 这种单决赛的当中又会失了 两个人慢棋下成了核棋 那么加赛快棋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 那么最终徐超释放冷剑 战胜了王天一 而取得了自己棋单生涯以来的第一个男子个人冠军 我们就来共同看一下双方是如何交锋的 徐超直红旗他先走 他走当头炮 黑方走屏风马 中炮队去投屏风马 对 开局都比较常见 红旺就采用了近期兵 过河局 徐超是来自江苏的选手 棋艺风格应该说是攻守兼有 因为徐超在江苏队里边应该说是比较能杀的一个 比较喜好进攻的一个 这样 因为江苏队的棋风整个都是偏稳 你像成明 还有王斌 包括孙一阳 他们棋风都是比较稳健的 徐超平时局战的时候还是喜爱走中炮 去主动进攻岛 对 黑方走泡八瓶酒 那么徐超可能觉得自己的实力 要比王斌一也是要稍训这些 对 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 是 所以说徐超最后在决战的关头 就摆出了拼命的架势 上来就走一个急进中兵的一个开局 徐超的心里大概是这么想的 如果九战的话 自己也很难战胜王斌一 索性走一个最激烈的布局 然后孤注于掷 对 或者说主动的挑起战火 希望能够乱中取胜 万一要是王斌一有什么地方 硬的不好呢 对 因为确实呢 这个双方也都有比较大的压力 这个取决于最终 也就是2017个人赛冠军归属的问题 对 当然这个冠军呢 对于徐超来讲 马上就能够 这个得到国际级运动健将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相机界的相机大师 特级大师 对 然后呢 还有机会代表中国队参加市锦赛 那么世界冠军就有希望了 对 另外还有能够参加一些 其他这个冠军局的 年底的碧桂园 对 所以说这个对于徐超来讲呢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对 他快骑拿先手 那么王斌一的作为老冠军呢 特别是已经获得两届冠军的 冠军得主呢 他势必要威免 汉守 捍卫这个冠军的荣誉 对 所以说这个骑呢 是非常激烈的 黑方不是 黑方十四进五 这个也正在 红方就兵五级冲过去 炮九平七 三平四 这个棋呢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开局了 就是红方采用是 单刀直入 激进逐兵的 这种走法呢 黑方现在不能 足足足足 因为足足足一呢 将来红方区子平七啊 马三进入都是先手 对 在足足足足足足之前呢 黑方先走一个足足足足 来试探一下 红方的应手 是 如果红方变三级拱掉 黑方就可以再足足足足足足了 因为黑方这个七路线呢 反击呢 就会大大的加强 或者黑方补香 想三进入也是可以 是 总之呢 经过 数年以来呢 大家 认为黑方这个时候 宋七族 来 争取对攻呢 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走法 对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布局 红方 接下来马三进入 走马三进入 红方呢 对此置之不理 对 黑方就继续 足膝行一 足膝行一 充足 红方接下来走 马五行六 黑方走 G8进吧 黑方这个点居 到这里 一招双用 一个是G8平二 将来可以 这边吃炮有加码 还有足膝平六 这种手段 另外就是别住 红方向三进一的相演 将来这七路炮 有机会来打这个底下 这是黑方 这种构思下 走出的这个招法 是 张老师 我看这几年的 这个激进中兵 这个补局 好像黑方还有 就选择马三推四的走法 对 马三推四 这个棋 可能王天一 没有选择 对 因为这个 在不久前 这个许云川 曾经走这个金中兵 战胜过王天一派 他就走到马上 当时是回马 这个棋就说 万一要是走不好 是很容易 憋住自己的 对 其中南北对方赛的时候 就在吉林长春 搞了这个 徐云川的曾经 战胜过王天一派 是 那么徐超 我想赛前 也做了大量的准备 这招去八进八 还是没有问题的 对 这个走法 就是说红方 有马八进七 有马六进七 这些走法 实际当中 红方走的是马八进七 如果走马六进七 登掉的话 这个棋 就是 比较少见了 对 他是不是会 举八平二 对 过去 举八平二 那红方如果在 橘子架 黑方有炮对一 对 他退炮 你要是 冰五进一的话 他可能会向 他进入补一手 补一手 在橘子架 冰五进一 他会 或者他这时候 不走举八平二 他也有可能会走 足七平六 有这种走法 就是你登兵的时候 先平足是对的 先平足是对的 如果你先平鞠 他就冰五进一撞下去了 这个棋 红方厉害 这样红方 你在吃炮 他举九进二 七子 然后将来手泪 对 拘四进二 这是连贯的动作 这想起来了吧 想起来了 有一些战术手段 对 这个棋 黑方要先平足 跟鞠八进八 又是有连贯 对 他要打这个底项 这红方 为了这个底项 他会先打一尖 黑方再补像 对 现在就 然后等红方补像的时候 黑方这个时候 还不能先抓 先抓他拘四季 先把这蹬掉 先换掉 对 红方呢 退伍给吃 因为兵母精一会拘平三桌子 他蹬过来 然后再走拘八片 这儿黑方可以把狮子得回来 这好像也是个老谱 对 你马八进入 他在拘平四 双拘来吃这个把 这么住 这个棋 是以往是有人走过的 就说红方 也没有太大先手 黑方也能够应付 这个棋变化 相对来讲 简单一些 所以徐超就没有选择 而且他选择了 最为常见的 马八进七 所以大家 我们顺便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红方现在 马六进七 没有什么人走了 因为黑方有足迹平六 这种直接打向的手段 红方就先马八进七 现在黑方就不能足迹平六了 黑方在足迹平六 红方炮五平三 把炮拆开了 这还可以先手 对拆开了 给你换炮 这个棋 黑方就麻烦了 换炮这个马还丢着 对 黑方是后手 所以这个棋 黑方就不能走平足了 所以红方上马以后 可谓是攻守兼备 它是有作用的 所以黑方这个时候走 向三进五 来棋子 黑方如果走马三对四 逃马的话 那红方这兵五进就太厉害了 黑方这个棋 这个动作明显要慢 是 它飞向也是一个主流变化了 黑方来弃子 加强自己大子的出动 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 对 红方接下来马六进七 赤马 因为红方的这个棋 也有其他走法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马进吧 对 如果你打 它多了个G4 G412 这个先 黑方可以先马七 你打 对 先跳马 对 你再G3平三 黑方呢 这个时候可以把你打掉 对 可以泡二进五 对 然后你吃泡 它在马八进六 这个棋 下部棋盯着这个马六进四 和马六退四 这个棋也差不多 对 要先跳马 后跳马呢 不好 这个是老浦 王家梁 王老师 他们很早研究的这个招法 这样 对 除了跳外马 是不是还有十四进五 十四进五 这个棋呢 它再平足就不一样了 对 对吧 它再平足 或者它还有G平三 这个棋 这个红方不好控制 还有G8进一 对 这个棋红方不好控制 一般人没有人这么走 这么走比较危险 登马是比较多的啊 马轮进行直接登是最多的 然后黑方也得G平三 对 捉一手 对 然后红方马七退五 这儿呢 红方呢 就是把中足登回来 走到这儿呢 黑方又有两大主流变招了 其中最常见的 黑方走到最多的 就是马七进八 但这招是其中的 王金一实战呢 他没有选 选这招棋呢 是没有问题的 对 这招棋呢 就说红方呢 也只能平均 黑方再进马 红方现在不能吃足 吃足 黑方就可以泡打一将 你要知识呢 对方G8起 很厉害 对 泡几瓶酒也可以 你还要再吃回来 那跟那个图 跟吃泡这个 相比 你还白丢了一个像 所以说这个棋 不能够吃足足 他要吃泡 吃泡他也得马 马六进寺 对 这个图就这样了 马六进寺 红方呢 就只能再知识 对 只能补一手试 跳一将 把这个G呢 弃掉 那红方再把 这个足足吃回来 这个棋呢 是一个非常平稳的 对局 对 基本上军事 黑方可以把它换掉 也有退居捉的 都有 对 退三步退四步 这里呢 也有些这个变化呢 有这些细节的问题 但是总体来看呢 双方是接近军事 黑方最简单的 就是把它换掉 换掉再退巡航区 这是目前是最稳的走法 红方这个棋呢 也没有太大便宜 双方军事的一个局面 对 双方都可以接受 那这个变化呢 王天一呢 是没有采用 那他采用了什么招法呢 他走了一个足三纪一 对 这个变化就是非常激烈的了 对 这是老谱 是 这个 但是这个谱呢 就是黑方呢 没有太大把握 容易引起呢 激烈的纷争 我想王天一呢 也是想迎战而上 乱军取胜 这儿呢 红方就选择了一个马七队伍 这个形成了一个 叫著名的双退马 双退马 双退马 马七队伍退中 又马七队伍 连走两个马七队伍 这一般这个马退伍心不是不好吗 但是这个棋呢 确实当前局面必须要走的 因为这个棋最早啊 吕勤赵乌龙他们 那种 争端的时候呢 都走兵机技艺 对 但是黑方马七队伍登出来啊 他这个马有 有脚 对 所以红方绝不能走兵机技艺 所以马七队伍呢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便利 对 这个会引起呢 激烈的战斗 所以徐超呢 对这个布局看来研究的呢 比较深 王天一呢 临场反而没有走好 那么到底双方是如何激战的呢 现在中局的战斗呢 已经拉开了 对 我们稍后呢 将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继续来欣赏 2017年 全国个人赛上 徐超对阵王天一的 精彩队伍场面 红方走了马七队伍 那黑方这个足三级必须要走了 对 红方走 炮八瓶六 把这个炮收过来 然后准备聚马量局 然后黑方呢 临场呢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 网络直播呢 对 关注着这个 比赛的这个进场 那么王天一走到这呢 就是显得有点犹豫 这也是一个考验 他好像对这个棋呢 又不是特别熟悉 那这儿就说 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足三级必须对攻呢 我觉得啊 这是一个常见的套路 那黑方这招棋走的还是对的 他稍作思考走了一个炮二推一 炮二推一 这个也是要退的啊 因为弹子炮连上 红方走狙九平八 红方这个狙也出来了 这个棋啊 就是非常复杂了 对 这个局面 黑方有足三级一的走法 有马七级八的走法 但是这个棋呢 都不对 黑方呢 这个时候啊 唯一的官子 唯一的官子 就是黑方走哪个最好的 黑方就是要走狙八退三 把狙 对 左狙这个调过来 把狙退回来 退回来 因为走到这儿呢 他老想卡了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 这个棋要及时的退回来 然后将来有狙八平四捉炮 足三边打狙这些嫌疏 对 这个局面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也是不好控制 应该说双方呢 互有顾忌 比如说你平兵 那黑方就打你 你说只能电炮啊 狙不能回去 是啊 电炮 对 那黑方就炮了平四 把炮躲开 这个局面 红方好像也不是特别好控制 对 我发现这个八路狙 还是位置有点差 反正总之呢 黑方要走狙八 退回来 将来呢 还有平中狙 现在啊 有平中狙的这些手段 反正有平狙猪炮 平中狙猪三边 有攻有守吧 这样 这些呢 就是说黑方呢 都有可能呢 实现 但是一般在这个 老师一看有 狙八平六这种 点下眼的棋嘛 所以都不愿意回去 对 所以黑方呢 实战就走了一个 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这就是一个坏棋 这个王天一呢 好像对这个阵型的理解呢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对 他走狙四平三拦住 没有 他实际上 他就狙四推一 狙四零三也是 可以考虑这个变化 就是你现在卡住 没有用 你现在卡 他有马虎退三的棋 对 你卡他好像退马 对 这个骑士 你黑方卡 红方马虎退三了 这个地方 你要是对了的话 他把你拱掉 正好这个马 将来 马三进四较僵 对 这个 这个马虎退三 这种走法 还挺巧的 所以他们一直没有 聚八平六的走 这种 这种机会 他实际上是选择了 一个独三平四 独三平四 那红方接下来 走得也比较好 对 他聚八进三长起来 对 这个骑如果不走 聚八进三 不能让他冲下来 对 这连着冲 太厉害 红方 红方现在多一个子 黑方这两个兵 看看能不能做出些文章 这个骑就等于是 红方过了一个兵 黑方过了两个族 对 黑方大子上是亏了一个 黑方还是挺有压力的 如果走不出旗来 这个旗早在十几年以前 来自辽宁的上威大师 他不是有一阵 在我们对这个训练吗 是 他就特别爱摆这个旗 就这个局面 当时我们也对这个旗 进行了一个拆解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大家不拿转家摆旗 对 我们最后拆的结果也是 走到这个局面 是红方明显占优 红方占优 对 所以王提一呢 可能那个时候 他对这个阵势摆得比较少 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感觉 对 这一次对徐超 走这个族三级 这个变化呢 我认为又仓促应战 有点这个 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 但是还是想去寻求对攻 结果给了对方呢 这个更好的机会 他这个时候走居三进八 对 他继续要点居 对这个旗 旗赶上讲还是挺 挺严厉的 准备聚三瓶四桌炮 但是这个旗呢 就是说红方呢 看着是有危险 但实际上红方后边有 啊 这个手段 我们来 我们来摆这个旗 对他点居 他是准备一桌 你炮一走 他又可以 炮二瓶四 对 这种手段 这个旗呢 就是看着这个 聚三瓶四很厉害 但是红方呢 实际上也已经给黑方呢 设计好了啊 一个十面埋伏 对 红方呢 这个时候 我们看徐超呢 稍作思考呢 他走出了一个 马五退三 对 直接这个气马 啊 这招旗呢 是非常严厉的 嗯 当时呢 早在十年以前呢 我们跟那个上卫大师 还有蒋春 我们就摆这个旗 对 啊 那天下完旗以后 我还跟蒋春说 我说这个旗 王提音怎么不知道呢 啊 我说这个旗 红方走一个马五退三呀 嗯 黑方这个旗就崩溃了 就是这招旗这么严厉 这个马五退三呀 这么严厉 啊 走完以后 黑方这旗怎么走都不行了 这个旗就不行了 不过你退马的意图 到底是什么 是 就是准备马三金四 对 把你这个弹子炮给破坏了 马三金四一僵 就把你弹子炮拆掉了 对 黑方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旗 对 黑方本身就少子 黑方如果走足四平五 红方就可以炮六金四 你在守类的时候 红方可以平兵 就站不住这个类 他把这个类站住了 黑方就没有办法了 对 所以这个马五退三呢 徐超走的是非常的 啊 严厉的 嗯 这样一个局面 那如果你向五进七飞掉 对 红方就居四进三 升把你卡断 把你这两个暂地炮都卡断 等于说我这三路鞠一走 我这底线反而漏风了 对 现在这也不能吃鞠 你现在你走什么 你这二路炮保不住了 对 对 你炮过平三呢 它一将军的平三 这边把你牵死了 嗯 这边呢 它又这个多子 你炮过平三 它也可以直接吃 它最主要把黑方 这个弹子炮拆掉以后啊 嗯 黑方就没有啊 反击了 对 所以这个马五退三呢 它是弹子炮很重要的 一个防守的一个 对 一个地方 它这个被破坏掉 这马南京四好像也不太好拦了 对 它挡不住了 嗯 这个棋 所以说走到这里啊 红方的这个优势就非常的显著了 啊 对 呃 就是说战术的结果呢 黑方这个棋就是很难下了 对 我看黑方不过 王天一实战也挺顽强 嗯 它就直接足四星一 先送你一个组 嗯 红方 鞠 八瓶楼肯定吃掉 对 这个物质啊 黑方损失太大 嗯 就是黑方呢 现在下着下着 已经没有物质了 这个棋 对 等于说你还不能飞这个 飞人家就把你吃了 你也 对 受不了啊 这个中炮太厉害了 对 所以它又走了一个 聚三瓶四 聚三瓶四 是吧 对 它聚三瓶四 它准备下几炮 啊 这样子如果你再过局 我不是把你炮吃掉了吗 嗯 然后但是红方这个招法特别严厉 它直接就冲 对 冲冰 这个棋啊 这个黑方就正是 由于这个错误的方向啊 这个招法就跟不上了 对 呃 走到这儿呢 它也没有办法了 它如果要是飞马 红方有一个兵武平四 叫江 你现在只能在飞向 是不是 对 飞向 红方可以拘四平七 叫杀 它你来不及下这个底炮 你只能平炮 红方再拘击平五 这儿红方这个光势啊 黑方已经挡不住了 这中路太厉害了 下不就打你 拘吃你 这个都很厉害 对 这个其实黑方呢 这一打 你基本就是打楼了 到处抽拘啊 还 炮武平啊 炮武平八都是抽拘啊 对 它没办法 所以说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兵武吉呢 可谓非常的凶悍啊 那只能硬着头皮下几炮了 下几炮 红方就在这个千鞠一发之际呢 红方突然走了一个妙手 看着这鞠子一没有救了 红方突然走了一个什么妙手呢 他用炮打了对方的相一将 你只能飞啊 对 然后他突然亮剑 送了一个鞠齿 这是一个精巧的先鞠后续 是 这样呢红方就把黑方的公式呢 一举粉碎 对 没办法 黑方只能吃鞠了 然后红方 这个 后炮再发出去 这个马就蹬出来了 红方通过一个精巧的转化 一举呢 锁定胜局 正好把黑方公式化解 现在双方大字一样 但是黑方少两个像 对 只能平沙旗 然后再换 大家看啊 现在是少一个 但是红方一将就把这个吃回来 对 正好把嘴吃回来 他主角 红方这一吃 这个棋呢 就等于是红方呢 剩下鞠马炮兵 黑方剩鞠双炮兵 最主要红方 是多了两个像 并且前边的攻势呢 也很猛 他也得炮七平五防守 然后他相安静五 补了一招 就比较稳妥 这个双炮 这个狙双炮杀不过狙马炮 让我一捉 他也得回来 一捉他回来 因为他躲炮呢 就没有攻势了 对 让他一回马 他一退 让他炮五平一 这个地方呢 红方还可以走炮五平三 其实更加精准 打着这个兵走 对 你要是平炮五 再马三队五再运 主要黑方这少俩相 已经不好防守 他也平 黑方呢 走得十六进五 这招棋就更不好弄了 对 他又聚五平七 这边也不敢进将了 进将丢居了 进将一将丢居 那只能炮退一步 因为炮二平三 炮二平三 他可以马三退五登你 登对也要数 对 你橘子金二 就是他的马五球三 给你登回来就可以 对 下午他吃两个炮 对 主要少两个项 这个其实黑方就肯定杀不过了 他只能退一 最后将上将 他又将 他落势 提一将 然后马三斤四 他直接一定 他能将两军马三斤四 这个其实就离黑方呢 没有攻势了 那么最终呢 走到这儿 王天忆就认负了 那么这个徐超呢 也是成为了新一代的 这个冠军棋王 对 在此呢 对徐超呢 表示恭喜 对 徐超呢 也是首次这个登顶 个人赛 成为了今年的新歌状元 对 好的 那这一盘精彩的对共战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 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